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 作为一个新手播主 我想把自己在美国从事宠物美容室这个行业的一些心得分享给大家 作为新年的问候吧 今天的视频内容主要是想分享给一些准备移民或者是干移民 或者是你正处在一个事业的规划迷茫期 想选择一些新的行业去尝试的朋友们 他都知道美国人是出了名的爱狗 在北美宠物市场还是很有潜力的 比如说在纽约现在街头小巷 你随处都可以见到狗狗的身影 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型的行业 就是宠物遛狗狮 那么宠物在美国人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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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既然有着这么重要的地位 他们的养育和护理自然也就很重要 那么宠物美容师这个行业自然也就很有市场需求 宠物美容师我常常会被问到的几个问题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分享给大家 第一就是我英文不好 我这份工作可以做吗 答案是可以的 这份工作主要是一个技术活和手艺活 你在工作中是不需要讲太多话的 所以日常的交流和沟通 你会的话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第二是这份工作我需要去考License吗 答案是不需要这个工作暂时还不需要有License的要求 但是你需要有经验 那么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学校里面参加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培训 第三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行业的收入怎么样 这个行业的收入的话 我自己觉得还是不错的 当然它也会受一些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你在的城市消费水平怎么样 那以美国纽约为例 像这么大的一个logo 它在曼哈顿捡狗的起价价格是100美金加小费 那在Prince和Brooklyn的话 大概六七十美金加小费 可以捡一只狗还是五只狗 你的收入水平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如果以曼哈顿为例的话 你一只狗的收入是100美金 一般通常客人的小费是20美金 那100美金如果你是跟店里面平分 那你就是拿50%的commission 一只狗是50美金 如果你一天捡五只狗就是250美金 如果每一个客人都给小费 一个客人给20块钱的小费 你一天的小费就是100美金 所以你的日收入就是350美金 不知道这样的收入对你来说怎么样呢 当然我的这个举例是建议在你已经成熟的 作为一个宠物美容师的收入水平 好第四个问题就是 狗狗会咬人吗 答案是会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狗狗都会咬人 会咬人的狗狗是少数 大部分的狗狗还是非常nice的 那一些会咬人的狗狗主要根据他们 早年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有关系 像在美国大部分狗狗 它们是被领养的 那这些被领养的狗狗都是一些会被遗弃的 或者是有被人攻击过的 所以它们是有一些不好的经历 自然对人会产生一些防御性和攻击性也是正常的 以后的视频我会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遇到一只会咬人的狗 你要用什么样的技巧 保护你自己的同时 又可以把狗狗打理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 好 以上就是我作为美容师常会被问到的几个问 跟大家聊一聊我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 并且坚持到现在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我很爱狗 很爱狗很重要 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爱狗 那这份工作也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那第二个原因 除了机器收入以外 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给到了我满足感 单客人来接狗狗的时候 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它们就会很感激你 很感谢你 看到它们太开心心的 你也就开心了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狗狗跟你也是会有一定的互动 有时候它们会给你一个kiss 或者一个拥抱 总体来说 这份工作给到了我正能量 另外补充一下 记得有一次我从加拿大旅行回美国 大家都知道 大家进海关的时候 海关一般的脸都是很冷漠 很冷酷的 那海关当在问到我说做什么工作的时候 我告诉了他 我是做宠物美容师的 他瞬间脸就变得可亲和了 但是还跟我聊了一下 关于我的工作内容 我想喜欢狗 喜欢动物是人的共通性 它是不分种族的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新移民 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想要在这个地方 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如果你喜欢狗狗的话 不凡尝试从宠物美容师做起 我想这份工作可以给到你一定的满足感 最后掌握一下2020 2020年我希望能够拍更好 更多更有价值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同时我的YouTube账号可以达到1000的订阅量 你的2020年的目标是什么呢 希望你可以做更好的自己 新年快乐 拜拜 s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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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